是從一個個案 也就是李延喜安 來討論轉型正義條例 促進轉型正義條例後續發展出來的一個執法 也就是權力回復條例裡面的財產 沒收財產的發還 可能會遭遇到的問題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也跟我現在擔任董事長的 權力回復基金會的業務有密切的相關 我個人非常期待這篇論文的內容 我想後面我們就有這篇論文的發表人林克教授 林克先生來跟我們詳細的說明他研究的成果 另外一方面轉型正義在推動的同時 我們也不能夠忘記原住民族同樣也有轉型正義的問題 因為原住民族原來就居住在這個島嶼上面 是在近代化現代化的過程裡面 被遷入了現代國家的體制裡頭 在這個被遷入現代國家的體制的過程裡面 又剛好遭遇了威權統治 因此原住民族的轉型正義 同樣也是我們轉型正義工作 轉型正義進程裡面必須要去處理的一個重要問題 今天的另外一篇論文 許正法老師在他的這篇論文 文化資產視野中的原住民族轉型正義裡面 我相信能夠帶給我們相當多的啟發 因此我也非常期待 許正老師在後面都能夠給我們非常多重要的心智 還有給我們很多的啟示 那我們今天有兩位重要的語壇人 我也非常期待這兩位重要的語壇人能夠就 兩位老師的發表給予回應 然後在這回應的過程裡面 激盪出更多的活化 更多的成果 那以下的時間 我們就交給我們的兩位發表人 那在這個地方作為主持人 還是要講一下 提醒兩位發表人跟語壇人 發表人的時間是15分鐘 15分鐘 然後在那個時間到之前兩分鐘 會開始響鈴 那剛才主辦單位跟我說會嚴格執行 所以請注意控制時間 那兩位語壇人的部分 語壇人是10分鐘 一人10分鐘 據說也會嚴格執行 那目的就是希望能夠確實的留下一個 交流的時間10分鐘 那以下呢 我們就把時間交給發表人 第一位發表人應該是聯克 聯先生 好 那我們就請聯克先生來發表 那聯先生您要用使用那個訊息片嗎 對 好 那這次